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保健嫂 如果有关注我的微博的话 会可以看到前一段时间 我脸上的皮肤状况有一点点不稳定 脸上起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闭口 只看过我之前的视频 也可以知道我脸上的皮肤状况是非常的多 有闭口然后还有很多大颗新鲜的痘痘 所以呢 我觉得我的脸如果能够修复好的话 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一个案例 所以我想把我的一些方法分享出来 这一期是一个非常值得收藏的一期视频 希望大家可以在开始之前 给我多多的投币和收藏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觉得刚才后面的两个娃娃 有一点点抢我的镜头 小样想抢我的镜 下辈子吧 所以呢我就把它拿走了 反正我们这一期就快点开始介绍如何去闭口 那么去闭口的一些产品之前我有去医院看过 其实我脸上长痘痕长闭口的话 我非常的给大家几点意见 医生跟我说的 首先医生跟我说 千万不要吃奶制品 吃辣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你尽量的避免吃油的东西 然后最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早睡早起生活 一定要非常的规律 你知道了这些前面的一些自己要调理的因素之后来 然后我们继续来介绍 这一期我要介绍的产品 这六个产品包括了三个品牌 第一个品牌就是理肤全 这个是我去医院的时候 他们非常推荐 那个医生推荐我去买理肤全 然后我就说 啊理肤全还入住医院了吗 当然是没有的 但是他说让我在官方旗舰店买 然后我的理肤全是在官方旗舰店买的 这个并不是推广 理肤全的系列的话 当时我是买了理肤全的水 理肤全的K乳和理肤全的B5 这两这三个产品我都是回购了两次以上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产品 我现在使用的怎么样了 首先理肤全的水 我是非常推荐大家买的 为什么这里已经没有出现这个包装了呢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脸少轻狂 我完全不知道 我自己可能闭口会消失的这么好 会出一个视频 所以那一瓶水我用完了之后 我就直接丢掉了 那个水的作用是什么呢 那个水就是一个镇定皮肤的作用 脸上补水 然后它无功无过 但是我很喜欢它的那个质地和感受 那么我现在能够拿到手上的理肤全的产品 就是一个是K乳 一个是B5 其实这个对于脸上有痘痘的朋友来说 应该不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产品 这个之前伊花也在她的护肤品里面推荐过 然后我一看 我的天哪 完全就是同款 因为我跟伊花的皮肤质地很像 所以说她买的产品 我基本上都可以入 所以我和她就觉得这个还蛮有用的 这个K乳是什么作用呢 就是一个去闭口的作用 晚上你睡完觉 睡不是睡完觉 睡觉之前 在晚上你睡觉之前 洗完脸 喷了那个水之后 就可以用这个闭乳点涂在你的闭口区域 这个真的是有奇效的 这真的是有奇效的 这个K乳点涂 然后我目前是完全没有发现它有什么不良的反应 而且这个涂了K乳之后 这个脸上的闭口情况真的会好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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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B5的作用是什么 你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这个管子已经变成什么样了 就是已经到了挤不出的程度 哎呦呦 挤不出的 呃 呃 就还挤得出来 但是只有一点点了 就是只有一点点了 这下我想把它收回去 晚上的时候再用 不能浪费了 因为这一瓶是很贵的 它已经就是这样子了 等我把这个能够挤出来的用完 我会把它剪开 然后再用一下 因为真的是很好用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贵 但是对于这脸上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护肤品多花一点钱没有关系 你的化妆品可以买评价代替 可以买国货 可以买各种便宜的产品来试用在脸上 但是护肤品的话 我建议大家是在一个非常正规的一个渠道入手 而且稍微贵一点的话 也比较安心 可能会有人说 有没有代购可以推荐的话 我护肤品基本上都是在官方旗舰店买的 我觉得贵十几块钱 几十块钱 但是买一个安心吧 万一买到了假货护肤品的话 会真的很容易烂脸 然后再就是这个B5 这个B5 这个绝绝对对是挤不出来 我给你们说挤得出来 主播吃响 看见没 这是绝对挤不出来了 挤到模糊 又模糊了 这个是绝对挤不出来的 这个李富全的B5 我是非常非常的推荐 如果你们看过我的第一个视频 就可以知道 我从第一个视频用K乳盒 就用这个B5就已经开始使用了 当时的时候 我的方法是有一点点错误 这个B5的话 是非常适合在晚上的时候用 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这一期怎么搞的 这个对焦 好 这个B5的话我真的是非常的推荐 因为它的质地是有一点点油的 所以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后涂一层睡觉 早上起来是非常的安心 而且脸上吹太可破 这个B5的作用就是去痘印 K乳的作用就是去B口 它两个作用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所以你B口的话非常建议用这个K乳点涂 如果你脸上是有痘印的话 就用这个B5修复 这两个在一起真的是事半功倍 甚至说它们两个在一起的效果是大于2的 1加1是大于2 可能会等于3 这两个我是非常非常的推荐 是无限的回购 只要我一发了工资 我就会马上入手 因为稍微有一点点贵吧 我觉得 因为我很穷 所以只要我稍微有钱了一点点 我就马上就会回购这两瓶 然后可能会有人说 哎呀那新鲜的痘痘怎么办 新鲜的痘痘用这个 狮王 狮王去豆糕 你一长了新鲜的痘痘 吃了火锅啊 什么吃了串串啊 马上一长串 赶紧 狮王挤开 马上点涂 涂的 后涂在上面 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就用什么流程呢 就是你先用水喷完之后 再用K乳 K乳点涂 在B口区 在B5后涂 在狮王点涂 然后可能会有人说 这个皮肤屏障受损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脸懵逼 其实我也是一脸懵逼 然后我刚才去网上搜了一下 皮肤屏障受损 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就直接念 因为它比较专业 可能有一点点背不下来 说的就是 你的皮肤 外有内干 各种黑头 粉刺 逆光疹子 泛红 敏感 角质薄 关于你的屏障受损的话 你平常为什么会受损呢 就是因为 平常特别喜欢湿敷 我非常强烈的 在这里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正在 非常严重的烂碾期间 或者是屏障受损的期间 不要敷面膜 跟我一起大声的读两遍 不要敷面膜 如果你的脸上皮肤 非常严重的话 你敷面膜会越来越严重 里面的细菌感染 哇 胶体感染 各种感染 花样感染 敷面膜 是非常的不对的 而且有很多人 会直接拿着化妆水 沾着很多 沾着那个化妆棉 化妆水 沾着就湿敷 直接湿敷 这样子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 嗯 建议就是在烂脸期间 选用的产品 还是要谨慎的 真的一定要 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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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谨慎 然后 还有一些 平常喜欢师傅啊 深层清洁 经常有事没事 就深层清洁 脸上有事没事 就去个死皮 在这种烂脸痘痘期间 每一颗痘痘 都是新鲜饱满 你这样子 稍微去一下死皮 把外面的皮给弄破了 里面就很容易就 蹦的一声就爆出来 你爆出来了最后里面的东西 你没有挤干净 它就会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交替感染 就脸上 真的 千万不要这样子 然后 还有 还有就是 用角质酸换敷 还有什么 用酸类的产品 使用不恰当的话 都会产生这个 脸上皮肤 平常受损 然后第三个 要推荐的就是 我最近发现的一个 非常小众的一个品牌 叫做Organ 是不是叫Organ 叫做O-G-E-N 也是在它的官方旗舰店买的 我一共呢 因为我是抱着试一试的 一个心态买的 就对它没有什么很大的期待 我一共是买了三款产品 一个是卸妆油 一个是洁面 泡沫洁面乳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 去壁口凝露 因为我有的时候 开的那种名称 什么去壁口啊 或者是说什么泡沫类的东西 我就很想去买一个尝试一下 所以它那个 去壁口凝露 我首先就是拿到家 马上就用了 它给我的感触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这家店 首先它的包装 就是普普通通啊 因为它没有这个礼服权有名 但是他们那家店 也是专门修复皮肤屏障 然后对这个壁口 有一点点帮助的 然后我一拿着包装 就觉得就是平淡无奇 不知道什么 三无包装 但是这个凝露拿到手上 是一个什么感觉 就是非常非常的清透 而且无色无味 它这个产品用到后面来说呢 越用感觉就是我的皮肤越改善 特别是对于T区出油的这一块 改善是非常非常的大 比如说我前一天使用了这个凝露 第二天早上起来脸上出油的情况 真的是减少了非常多 因为之前有小伙伴私信问我说 哎你早上起来会不会就是脸油的一塌糊涂 就是已经看不得了的那种情况 但是我之前会有这样子的困扰 但是用了这个Ogan的这个领露之后 我觉得 哎好像皮肤好了很多出油 稍微改善了一点点 但是你要记得那个Ogan这个领露 加上那个B5一起使用的话 还是会有点油 因为那个B5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油的一个质地 而且晚上厚涂的话 夏天吸收会吸收的很好 但是脸上还是会有一点点出油的情况 嗯 如果你平常没有这个去痘印的一个要求的话 直接用这个Ogan保湿 加上去B口的话 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那么我在他们家一共入手了三款产品 一个凝露 卸妆油 然后还有一个洗面奶 之前有看过我的护肤类视频呢 会知道我对这种泡沫类的洗面奶 是毫无抵抗力的 因为这种懒人就是 看到这种泡沫洗面奶 就根本移不开步啊 手键就很想把它买下来 所以这个泡沫洗面奶的话 是一个懒人必备吧 它这一款是氨基酸的一个洗面奶 因为对于痘痘肌来说 氨基酸应该也不是一个 非常陌生的一个名词 氨基酸洗脸的话 确实是对脸上的一个痘痘 有改善的情况 但是这个洁面乳 你想让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话 基本上是不可能 我对洁面乳的一个选择的话 基本上就是非常的柔和 第二个就是洁面能力差不多 清洁能力比较好 这两点做到的话 基本上我对它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要求 所以这个洁面乳 我也是非常推荐的 但是我在他们加入了三款产品 因为我之前也有稍微做一下功课 但是还是踩到了一个雷区 那就是他们家的卸妆油 但这个卸妆油的好评也是非常的多 你们可以 应该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在卸妆产品中 卸妆油是对脸上损害最少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选择卸妆油作为一个入手 应该当时想的是 这个卸妆油肯定是不会采雷的 我对这个零露的话是没有什么信心 但是对这个卸妆油很有信心 但是我拿到手上的时候 我真的是非常的讨厌这瓶卸妆油 卸妆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好 你不管是什么睫毛膏啊 什么底妆都给你卸得干干净净 但是它有一种脸上敷了一层蜡的感觉 就是我洗脸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我用洗面奶洗两次 我都感觉脸上光溜溜的 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我对这个西装油真的是深恶痛绝 五款产品的话 入下来大概是五百多块钱 但是你的皮肤在两个星期之内 确实是会有非常非常非常明显的改善 我现在对我现在的皮肤真的是还蛮满意的 除了有一点点毛孔粗的 还有一点点痘印需要遮盖的话 其他闭口啊 清线的痘痘基本上是没有这个问题了 反正就是很满意啦 这五款产品真的是 会回购会回购 然后就是这样 希望我的分享对你有作用 还有PS大家不要买那个卸妆油 好了 这一期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给我投币收藏 希望对你有帮助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哦 国庆快乐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